据一个小消息,现在威慑公司三四百名员工只有20个兄弟在管CS的维护和更新 那么其他的员工都干什么去了呢? 他们这种很大的一部分甚至负责DOTA项目的冰蛙都被调过来去研究威慑的新游戏Deadlock了 而思索作为内测游戏在线数量已经突破17万了,甚至还有一个非常趋势 实不相瞒,这款游戏我在两个月前连内测画面都不允许泄露的阶段就已经开始玩了 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思索的一些设计,以及一路玩下来我个人的一些体验 可以打包票的说,思索对于那些偏好竞技性的玩家而言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 它有着丰富的元素,有着威慑特有的那种足够玩家可以去挖掘,可以去自我提升的深度 也因此它并不休闲,需要保持专注的时间非常久 一下午高强度的拉链下来可能我个人感觉比高考还要累 但是它的爽感来源非常充足,来自于MOBA的打团,GUNK,来自于射击游戏的跟枪,点头都有 威尔夫可能想的是将MOBA跟射击进行一个结合 也因此它们需要通过设计来解决一些这种游戏的固有问题 首先是对于射击这个游戏的基础玩法进行的安排 虽然对局跟个人操作的大思路是按照MOBA的那套走的 你需要补兵,需要出装备,需要去拆塔 但既然手段都是射击且每个角色的枪械和技能都不太一样 那肯定是先架枪等待对方充敛的场景更为有利 并且肯定是枪械身体能更好的,且远距离作战强的英雄更为的有优势 对于这个问题,威慑选择用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组合拳来解决 首先游戏用了TPS而不是FPS,这样就完全抹消了架枪方面的优势 并且也只有用第三人称的这种视觉不对等 自己先看到对手而敌人没法发现 才能够去制造出类似于MOBA里的那种利用视野偷袭和埋伏的优势 而不是像第一人称中去拼反应 以此就提升了游戏中策略和思路的重要性 但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被动者太强了 如果蹲在家里面当乌龟 那么游戏的推进速度就会很缓慢 所以Deadlock里面防御塔是非常弱的 如果一直去归的话 那么劣势只会被越拉越大 其次是在于面板上 对于射击不那么强的英雄 在体力方面,在血量方面都会有着更多的优势 并且在装备系统中也有着很多填补角色区别的装备 提供位移免疫控制,强行打断,沉没,缴械对手 说句题外话,不愧是冰花世界的游戏 你可以发现很多熟悉的影子 什么跳刀,扬刀,BKB 还有这个英雄我们开黑没有人叫他本名,都是叫他谜团 因为他大招跟谜团一模一样 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够 因为这个游戏是谁经济好谁说的算 那么在发育的过程中 手长的哥们就是比手短哥们刷的要快 那怎么办呢 所以威慑在这里非常关键的引入了一个小球系统 在Deadlock里几乎所有关于收入的场景 比如你打完兵,杀掉英雄,拆完塔 那死后都会有一个小球出现 而你参与击杀的奖金一半是直接获得了 另一半则就封印在这个小球中会飘在天空中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内如果没有人去攻击他 到了时间节点这个小球自然的爆掉 那么这个钱还是你的 但如果敌人将他打掉了 那么这个钱就归对手了 也就是说你在线上补兵 你不仅要把兵给杀死 还要把他上面的球给点掉 但是在思索中每个英雄都有着自己的近战攻击 如果你用近战来去补兵 那么小球就不会冒出来 你可以一次拿到全部的钱 所以在对线过程中达不了远 但体格更好的英雄可以站在兵堆之间 用自己的近战去补兵 然后用自己的枪械去反补对手的小球 这样一来喜欢在远处 必有长手的那些英雄 发育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你选个输出位 虽然能够去拉开距离必有别人 但是你在补兵方面的难度更高 换算到经济中 那坦克英雄战士英雄发育也不会比你差多少 虽然这个小球本身就是deadlock 让人疲惫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线阶段点这个小球实在是太累了 要正补要反补 再碰上对面如果是会玩的 又或者英雄技能比较恶心的 如果全身心投入的去玩几场 那真是把你所有的电竞精华都给压大出来了 除开射击这种基础设计 deadlock这张地图同样也非常关键 它能做到长直线上 有着非常丰富的段落感 有着广阔感觉的同时 能够保着地图上有非常多的弯弯绕绕 来提供遭遇战的可能性 虽然我是觉得四条路线六个玩家 有一个简化的空间 但现在看起来也并不坏 因为可以允许正面团战打法的同时 又可以允许劣势的那一方 去拉扯拖延让队友去发育 既然玩起来不显得特别的累赘 那么简不简化就无所谓了 虽然不排除吧 全都哪天没有游戏抄了 然后把这个游戏抄过去 然后简化 然后爆火 就这么一个既定的路线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实际游玩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在一个游戏测试阶段 必然会有的问题 比如说数值 装备数值 英雄数值 那个新上线的诺克萨斯之手 数值高的 我看一个P一个 真的拿的没有办法 然后就是匹配方式 我估摸着是威慑 想要去多收集不同英雄的数据 你玩这个游戏 是不能只盯着一个英雄玩的 你得选三个英雄进入游戏 然后比赛开始随机给你挑一个 就导致打起来单从阵容看 都明显有个差距 随得更好的那一边 就是比随得弱的那一边容易赢 再加上现在是内测 玩家数量不够 新玩家一旦匹到老玩家 就跟那个惊艳宝宝一样 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 本身这个游戏学习成本就高 我是觉得 如果你不看任何的教学视频 自己至少花10到20个小时 才能大概的摸索清楚 所以这就导致 每个人的初期体验 会有着很大的区别 你要碰到个好队友 玩到个合适的英雄 你打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等你会玩之后 你也能投入这个游戏 但如果你要是地狱开局 你肯定两把之后 就把这个游戏卸载了 不会再玩第二次的 另一点就是 我觉得这个游戏 开黑跟路牌 完全是两个概念 两个次元 这个游戏现在看来 是需要非常细腻 非常频繁的交流 以及配合的 路人局六个人 有些兄弟平常在宿舍 跟三个室友都聊不到一起去 你怎么能有信心 在跟五个陌生人之中 去聊出自己的想法呢 所以找熟人开黑 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一起去搞科研 可以去配合 使出一些比较特殊的招式 可以互相忍受 对方的失误 可以去谈笑风声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游戏氛围 总的来说 我推荐大家 去赶紧试试这款游戏 因为现在已经有外挂了 虽然因为这个游戏元素比较多 所以我们碰到单纯的自描 甚至可以通过GUNK 通过团战 最后去拿下胜利 可谓是反外挂能力 你也是知道的 确实有点个引人 可能之后随着玩家的 越来越多 环境会变得更差 所以要体验得趁早一些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